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所有的变血 它的手诊 一般建议是在肛肠科 对 有很多病人 他往往兜一大圈 就是去内科 或者去包括有些去消化科 他们就是因为没有 他们没有进行手诊的 肛门指检跟肛门径的检查 所以他们往往就推荐 要做肠剑或者一大堆的化验 这种就是说有时候 多一大圈子 他可能检查下来 他就是一个 到时候回到肛肠科 可能他就是一个致酸出血 或者是一个肛裂出血 所以强调这个手诊 一般变血手诊 最好是在肛肠科 因为肛肠科可以进行 最基础的一个检查 第二个就是变血 你一旦出现变血 也不要慌张 首先自己要 就病人自己 最好是进行标本的流取 如果有血 也可以就是说 如果你不方便留标本 也可以拍照 就是帮助医生 就是说你帮助 你这个汇报病史的时候 帮助医生来判断 到底是鲜血 还是暗红的血 因为这个是有鉴别意义的 暗红的血 往往是肠道出血 鲜红的血 绝大多数可能是肝周疾病 这个有鉴别意义 检查上就是说 变血 一般检查的话 一般首选是肝肠科的肝门直解 跟肝门静 这个是最基础的检查 如果能发现明显的出血点 比如说内置上 你检查上有发现有明显的出血 这个就是找到出血原因了 或者有钢裂 有直接的出血原因 跟病人的病史非常符合 比如说新鲜变血 痣疮它是无痛的 新鲜变血 大便次数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这上肢检没有发现肿瘤 或其他异常 那可能首先考虑 就是痣疮出血 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这样检查就可以了 肝裂的话 你发现也是一样的 肝裂的话 它往往有肝门痛 有新鲜的变血 你看到肝门直解 或者肝门静 发现有明显的溃疮 这个也可以确诊 当然你少数没有 就是说肝门直解 或者肝门静检查 没有发现明显变血原因的 这种建议进一步做检查 首选可以是电子肝肠镜 或者电子接肠镜 我们电子肝肠镜是用于 一般用于变鲜血 病人检查 因为一般变鲜血 它的变血的原因 这个病变一般逃不出 这拘肝门的20公分以内 我们折肠镜就电子肝肠镜 刚刚能完 刚好能覆盖这一段 绝大多数病人 可以涵盖在这一段里面 如果是暗红色的血 那肯定是 或者是大变习惯 有改变 或者有其他的这种 肌肠肿瘤的这种警报症状 比如说年纪大于45岁 有这种肌肢肠癌的家族史 或者消化到肿瘤的家族史 大变幻念出来 单纯的允许阳性 或者强行